Hello 学棋的朋友 你好 我是国际象棋老师Mandy 很开心和大家宣布 我们的频道会新增一个优秀棋手专访系列 期望大家都能够从香港一帮优秀的 国际象棋棋手的经验当中 是得到一些帮助和启发 而我们第三期的访问嘉宾 就是香港国际象棋青年好手 James Kwon-永奇 James在这九年期间 都在香港和国外 获得过大大小小 不同的国际象棋青年赛事冠军 期待听到你在国际象棋方面的经验和心得 我们马上开始吧 大家好 我是抗敏奇James 很开心接受Mandy的访问 和大家分享我国际象棋的经验 第一个问题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现在是U18的香港冠军 代表香港参与了不同的国际性比赛 譬如2019年我代表香港去了土耳其 参加青四年奥林巴克比赛 这两年都有代表香港参加网上的奥林巴克比赛 第二个问题 你最初是怎样接触国际象棋的呢 我第一次接触国际象棋 就是我有个孤长 有一天晚上就带了一副棋来教我去做 我第一次接触国际象棋 就已经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比起我其他活动 运动和音乐都非常不同 我在学校也有继续发展国际象棋 就有些兴趣继续去玩 之后也有继续去学棋 继续去竹比赛 第三个问题 你觉得触国际象棋 最大的三个益处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触国际象棋有三大益处 第一个就是触国际象棋 你每一盘都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触国际象棋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没有一个终点 你永远都可以进步 每一盘都可以看回自己的失误 继续去进步自己 第二个就是触国际象棋 虽然在一个旗盘上 可能只有六十四格 但是触国际象棋有非常多的变化 每一盘都是不同的 有不同的策略 有不同的走法 你每一盘都有不同的经验 都会学到一些新的策略 而且会从每对手每个比赛都会学到新的知识 第三就是国际象棋有非常强的历史和文化 我就喜欢研究国际象棋的历史 学一些国际象棋的大师之前的策略 第四个问题 你最欣赏的棋手是谁呢 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棋手就是卡不安格 是一个来自古巴的第二届世界冠军 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残角的棋手 它很多时候残角 就算没什么优势都可以赢到盘棋 我经过这么多年策略 我发觉残角是策略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残角很多时候都可以分政府 第五个问题 你觉得优秀的棋手必须具备哪三个特质呢? 一个优秀的棋手必须具备三大特质 第一个就是优秀的棋手必须非常热爱去出棋 第二个就是优秀的棋手必须非常坚持 有一个不放弃的精神 就算在一个输忍的情况都继续奋斗 第三个就是优秀的棋手必须非常冷静 第六个问题 你在学国际象棋的过程当中 遇上最大的挑战和难题是什么呢? 以及你是怎样克服的? 我在学棋的过程中 其中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输棋 我是一个非常奋斗人 每一盘都会想赢 所以输棋的时候 都有时候会觉得不开心 不过我发觉输棋的时候 虽然不开心 每次输棋都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可以从失败中成长 第七个问题 如果初学者想提升棋力 你最想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对于一个初学棋的人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就是 找一些朋友 或者一些同一期想下棋想学棋的人 虽然你可能看书 或者去上网去学棋 可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开始就是发现下棋的乐趣 我觉得跟一班朋友一起下棋 就是最好的办法 第八个问题 你最推荐初学者 首先学的国际象棋开局是什么呢? 我觉得对初学者来说 学习一个开局并非最重要 我觉得更重要是学习开局的原则 比如控制中场 还有保护的谈 我觉得这些原则非常之重要 因为他们这些原则可以利用在每一个开局 所以我觉得初学者应该先学习这些原则 再去学个别的开局 第九个问题 你最推荐的线上国际象棋学习资源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简单说一下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非常有用的网上学习平台 是ChessGames.com 它显示非常多的棋局 从近代到很多以前都有 我觉得学棋一个非常重要的 是学习以前的大师的棋局 这个网上就让你可以看到 之前的世界军军的棋局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用 第十个问题 关于Mandy简单国际象棋教学 你最想说些什么呢? Mandy的国际象棋学习频道 有非常实用的内容 我觉得有个建议 可以加多些残局的技巧 和棋局的分析 我对初学者都会非常有用 再一次多谢James接受访问 除了留意到 你在足国际象棋方面有潜力之外 也都特别欣赏你有谦虚尋着 不断学习 持续进步的优良特质 相信你的访谈内容 也都会令更多对 国际象棋感兴趣的朋友得益 期待日后再有机会 邀请你接受访谈吧 如果你喜欢今集的内容 欢迎你赞好 订阅 和转发给身边更多的朋友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by bwd6